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心愉快收看今天一個雲林新聞 雲林館是農業大館 為了讓民眾更加了解 地方產業以及農業上官地式 雲林館政府幾位總體北港町 基本指定農業設計店 並以農業景觀 新山 雲霄 新華涵 體驗頂設計作為五大主題 在南韋七月三十九 八月十四 邀請民眾擁有參加 雲林館為農業大館 無農人員所 台湧占 全關眾人所的百分之四十九點市 每當今次來創造八百日的三集 其為了讓民眾更加實際在地農產的構想上官地式 雲林館政府也幾位在七月三十號至八月十四號 在北港町 基本指定農業設計店 那預計在七月三十號到八月十四號 連續十六天的時間 我們要在北港糖廠的倉庫 針對所有的農業設計大廠 我們規劃了六大的主題館 還有我們五大方向跟主題 那不只是我們農業的生產設計 還有農業的生活設計 包括體驗的設計 包括運銷的設計 還有包括我們所有農業序幕 我想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會給大家非常多元的介紹 雲林館農業廠表示這次由雲林館政府所基盤的農業設計店 大眾利用北港糖廠的古城口來搭造六大主題館 竟然會在準備來設計農業的金管区 另外還有大主題館 又來提供第二位的提案華東 讓民眾可以經濟力來接受農業 農業既然是體驗農業走到的設計 我想這次是以設計為主題 有一點雲林的概念 所以大家知道雲林製造了很多台灣農業的各種因素都有 所以我們把這些因素記取 當然我想農業有很多的設計 就是代表我們這次不管是大地化作 不管是體驗的部分都會在不同的農業體驗裡面 雲林館農業設計店中提7月30號至8月14號北港町來農業營業 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基盤 讓民眾來經加實際有關雲林的農業產品 以及各種的相關地勢 要請大家互相容力前來 既然講義探訪報道